马太福音一章十七十八节 耶稣对他们说 来跟从我 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语一样 他们就立刻舍了网 跟从了他 来跟从我 来原文的意思是来这里的意思 跟从我原文是说 到某个人的后面 跟从某一个人 所以来跟从我就是说 来跟在我后面的意思 同时他也指着 做某一个人的拥护者 也就是来做我的门徒的意思 得人如得语 原文是得人的渔夫的意思 耶稣在这里寓意 他将他们当时和将来的职业 联系在一起 寓指他们将来要 全职的去得着人的灵魂 所以这一节讲到 在加利利的海边 看见彼得 安德烈在海里撒网 耶稣就呼召他们 来做他的门徒 并且要使他们成为 得人的渔夫 所以耶稣所拣选的 就像彼得和安德烈 这些平凡的人 立刻舍了网 就是马上立即的意思 表明彼得和安德烈 当下并没有犹豫 立即就决定舍了网 跟从主 跟从了他 跟随成为主的门徒 今天我们是否也听到了 主耶稣的呼召 我们有没有立刻的回应呢 马上就去跟随他呢 主耶稣对我们说 来跟从我 做我的门徒 我们不要只是做 一个礼拜徒的基督徒 而是要做一个尾身给基督 做一个传福音 令人做主门徒的人